狼牙榜的女主角你怎么看 他OK的 他演什么都可以 如果有可能我让他到 我们那个鬼推灯里面 来演一个怪物 他也可以演得很好的 我理解的这个老干部 对他的这个行动 应该就是 生死风 他在我眼里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简单的演员 我觉得他更像一个艺术家 他是非常有文化理念的一个人 所以东哥他走红 靠的是实力 靠的是积累 沉淀 还有颜值 还有长腿 看到 谢谢你胡歌 谢谢你给哥这么高的评价 生日快乐 很高兴在伪装者里 能够演你的弟弟 也非常的幸运 在演完这部戏之后 我们的兄弟感情 能够在生活中得以延续 我非常珍惜这份感情 今天是你特别的日子 祝你今后的每天 都能像今天一样 很开心 快乐 胡歌啊 哎呀 刚才我们匆忙着聊过去的 其实还应该 谢谢胡歌啊 真的 这个 在生活当中也真的很像 已经很像我的一个 不是亲生的亲弟弟 没有这原划戏的亲弟弟 对对对 就是拍一个戏能够拍到 拍到这种份上 我觉得也真是挺难得 其实在今天这种 这种情报价 所以 他像什么呢 他很聪明 他应该像哪个节气呢 哪个 哪个 立春吧 立春 好吧 请问立春为什么看起来 是比较聪明的节气 他虽然也老大不小了 但他还比